因为这场罢工取消的航班现在越来越多了 有上万名旅客都受到影响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这场罢工行动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画下据点呢 而现在就有学者分析了 其实相较于今年初华航机制的罢工行动 这一次的罢工时间还可能搭得更长 因为长荣航空是迷营公司 它不像华航有交通部大股东的压力 长荣航空强调了 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释出善意的 但现在还是要看工会做的决定 而另外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 工会说要理性来协商 但为什么却在协商的会议当中说走就走 而事后还包围公司 交通部对此也回应了 认为他们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 希望双方在表达各自诉求的同时 也可以照顾到民众的权益 握手帮地勤人员加油打气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嘉敏 来到桃园机场关心第一线情况 一边跟旅客直前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找回所有能够知情的员工协助旅客做迁转 但面对上万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场罢工行动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听到他们喊的是要理性协商 我听了我就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 我们在台北跟大家在协商 他们说走就走了 然后又在大门口喊着说要跟公司理性协商 我们所有的协商都有释出善意 现在是工会方完全没有回应我们提出的任何的诉求 不理性而且不合法理的行为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他们到底要多久 他在没有达到这个诉求之前 他也许不会罢休 对于工会提出来的第一点诉求日支费 与进搭便车条款 劳资双方都各有坚持互不让步 对于这一场罢工有学者分析 相较于华航及时罢工 这次时间可能会拉得更长 因为长榮航空市民营公司 不像华航有交通部大股东的压力 最后恐怕要看劳方是否会顾及社会舆论 以及资方是否能够承受得起 每天大约上亿元的亏损 就看两方谁会先让步 至于负责罢工应变的交通部部长林佳龙 因为参访中美周平外交 也决定提早返台 预计在22号清晨5点就会抵达桃源机场 政府工会长榮航空三方角力 就看何时能够重回谈判桌 让罢工尽快落幕 记得桃源继续报道